埃及伊拉克跟沙烏地阿拉伯三国 考虑从大陆来引进一大批 是先进的武器装备 为什么呢 减少对美额的依赖 好 你可以看到大陆军售是否大爆发 现在贝鲁特情报机构 战术报告表示 沙烏地的军事产业公司 跟大陆兵器工业集团来谈判 好 要购买呢 这个无人机 垂直起降机 还有宏旗17A的短程防空系统 那么这个谈判 大概一年进入到高层的阶段 埃及的部分 跟大陆架购尖10C多功能的战机 可能会采购最多48架 就是四个中队 量身打造定制版 那么在去年埃及也传出 采购是空对空 这PL-15E的空对空导弹 跟尖10C的双舰合币 那么也传出 这个部分是用人民币来交易 将军 这个我特别说明 美国沙烏地阿拉伯原来 提供它武器的 大概就主要是美国了 但美国卖这些武器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不管是沙烏地阿拉伯 埃及还有这些国家 他们共同敌人是谁 就是以色列嘛 对不对 所以美国给它这个武器来讲 不管给埃及 或者给沙烏地阿拉伯 它给它都是短板的武器 居然这次提供给 这个乌克兰来讲 它的海马斯火箭 也只限制它的射程 只能打80公里 那它卖给它F-16 沙烏地阿拉伯也是一样 它有限制它航程 或者是它在它的飞在里面 动了手脚 让它没办法攻击以色列 那中国来讲 就没有这层的顾虑来讲 你只要愿意花钱 对不对 我不参与你国家里面的政治因素 政治归政治 我们军工归军工 那我能够提供给你就提供给你 我们现在看 尤其是这个埃及很有意思 因为它原来是 它这国家的武器很有意思 大杂烩 它各个国家都有 从法国 俄罗斯 对不对 美国 它的战车是美国的M1A1 那现在要跟中国买了 因为俄罗斯现在在打仗 提供它这个武器 可能它自己 俄罗斯自己本身的这个产能来讲的话 可能自用都不足了 对 自己用那么够怎么卖你 对不对 所以它现在就跟中国买这个 那歼10这种这款飞机 我跟各位观众报告 它大概比照哪一型的飞机 其实比照的话 大概法国的阵风飞机 或者是美国的F-16 这种定位的飞机 也就是中高空的一个 这个制空作战为主的一种飞机 那共军来讲 解放军它的歼15或者歼16 它是海上起飞 它等于就有一点是 空中的炸弹卡车那种理念 然后千二十等于隐形战机 那另外我特别要提一下 红旗17 红旗17你不要看它 它等于这种是什么 是什么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号称短程防空 短程的防空系统飞弹 它有四大的突出性能 对 其实它比美国次针还好用 它等于就是它的射程 次针飞弹只有五公里 它可以到二十公里 那第二个次针飞弹 是一个人就可以收收 它是一部车比较大 可是它可以同 它有八枚的飞弹在上面 那它可以拦截很多东西 它的这辆车里面 包括的飞弹 包括的搜索雷达 锁定雷达 还有它的指挥车 还有它的飞弹 都整合在这部车上面 所以这部车开在哪里 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提供一个 对这边的部队提供一个 野战的一个防空的一个功能 它可以拦截飞机 可以拦截这个巡航导弹 可以拦截无人机 其实对这些沙烏地阿拉伯 因为它最近受到胡塞的 这个无人机的攻击很严重 所以这种飞弹对他们来讲的话 其实是非常的有帮助 对它的保护它的油田 保护它的国家是很大的帮助 另外我讲埃及跟沙烏地阿拉伯 你看这两个国家中间只隔一个红海 所以它怎么会那么有钱 埃及我们觉得是很穷的国家 沙烏地阿拉伯给钱给它 让它去买中国的这个武器跟那个 是沙烏地阿拉伯有钱嘛 那提供给埃及 这两个国家其实在这经济上面 军事上面也是一种同盟的一种关系 所以它买武器会一起买 跟中国买武器将来会一起买 尤其最重要 它后来之后就是用人民币交易 也就牵涉到经济的去美人化的问题 那同时另外看到再说到这个 新型的部分还有这个伊朗 现在曝光了新型的飞弹 伊朗成功试射最新版的国产第四代 霍拉姆沙赫弹道导弹 射成2000公里 专家表示呢 这代表有能力袭击以色列本土 以色列这个问题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问题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不管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或者是印度跟这个巴基斯坦 这些领土争议的纠纷 都是英国当初殖民地的时候 留下来的没有处理好的一个结果 造成种族之间的仇恨 自身到现在 那伊朗为什么那么痛恨以色列 我们现在讲以色列 我讲一个名字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讲不错 我们经常讲以色列 在这个约旦和西岸有囤垦区 讲得很好听 囤垦区 其实那就是什么 就是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就是巴勒斯坦人生活在那边 你去侵占他土地 那你为了说 我不是侵占你土地 你有个名字叫做囤垦区 那事实上这个我们知道加萨走廊 加萨走廊跟个大型监狱一样 以色列在那边盖了围墙 把那些的老百姓 这个巴勒斯坦老百姓围在那里面 所以其实就他们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教徒来讲的话 认为说以色列是非常非常残忍 尤其是现在的以色列总理是极右派 用更残忍的手段 跟那个手段来欺负他们巴勒斯坦人 所以伊朗来讲的话 其实站在他们宗教立场上 他一定要报复以色列 那这个仇恨就结不完了 对不对 以色列现在从他的两国论 或者是说要两国论 就一边一国 巴勒斯坦一国 以色列一国 还是一国论 其实有些人都赞成 但是问题也都很大 解决不了 那在这种状况下 当然伊朗基于他们 伊朗基于他们国家 基于宗教上面立场来讲的话 他是极力支援他们巴勒斯坦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他也希望能够发展这种武器 能够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 但是相对的 就是说你这个仇恨会越结越深 所以以色列他为了他国家的安全 他就一定会主动攻击你伊朗 不管当初用暗杀 或者是说用各种 这个飞弹先去 战机先去攻击 把你核子武器给你摧毁掉 所以我觉得当初英国殖民 离开这些地方的时候 没有做一个很好的处理解决 留下来这些东西 让这些地方的种族仇恨 以及宗教上的仇恨 一直遗留到现在 我觉得英国跟美国这些国家 应该来大家坐下来 来好好谈一谈 怎么样寻求人类的一个和平 不要一天到晚这边打来打去 他现在伊朗发展这种武器 目标就是针对以色列 那以色列才预报和主张 一定会有的 他国家安全立场 他绝对不会掉以轻心的 好那说到这个新闲部分 大家也关注了在大陆部分 055的大驱生旅军 现在9号10号间有好消息 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我真的好 我很具体的来讲 美国来讲 我有几个数据跟大家讲 美国的海权 真的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已经开始在走下坡了 南美国我们常听到的几个军舰 航空母舰好了 他11艘 有6艘在靠港在维修 宁米兹海舰已经要回去拆掉了 对不对 这个是他的航空母舰 那他的巡洋舰 对不对 康提德罗加号 他有27艘 我跟各位报告 他10艘已经退役了 对不对 他新发展的滨海战斗舰 才服役10年 已经退伍了 已经退去了 准备要卖给台湾了 那我们台湾要不要 因为他设计不良 对不对 他最新型的这个巡洋舰 叫做朱瓦特号 他原来预算要做10艘 后来只做了两艘 发现设计不良 对不对 功能不佳 也就做不下去了 那相对的 我们看中国现在055大区 他现在这个 他的这个 我们不要讲说雷达 这些都差不多了 跟美国的他们比起来 神盾级的这种雷达系统 都差不多 一次可以锁定 一次可以最终上千个目标 可以锁定上百个目标 来实施打击 这都没问题 双方来讲 这个雷达系统 其实各都不会相差太多 但是他主要是发射器 对 随之发射器 也都差不多 但是可以 但中共他的这个战略构想 他是在沿海地区反矩子 所以以他现在来讲055 他总共 听说他要建造16艘 北海舰队 东海舰队 南海舰队 各4艘 另外有4艘是UV维修的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之后055大区 他们有说一个说法 说055大区 再来更精进型的 他就改成电磁炮了 或者激光武器了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又超过美国的所有 不管是防空啊 或者舰艇啊 的这种武器 所以我觉得 等到那个时候 真的激光武器 发展出来是 可能机会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上海 已经看到 磁浮列车了嘛 那同样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发展出激光武器 电子武器的可能性 也是很大的 现在再有最新的消息 这新一代的096型的核潜艇 那么这是第三代的核潜艇 能够携带16到24枚 巨浪3的洲际导弹 推移中枪上华明说 盛政就说了 这个096核潜艇 没有传动轴 噪音变得非常的低 叶片角度调整 推力出来了 这两项突破呢 让它的航速增加 噪音减少 而且因为没有传动轴 所以在传铁空间空了很多 也可以多带飞弹 同时呢 这个爆炸技术是很大的突破 而且更近更快 吸弹更多 对美国来讲是很大的威胁 帅家军讲的一点都没错 我们现在这个096 大概它在全世界 具有核攻击潜艇的 国家只有六个 其中一个最大的国家 叫俄罗斯 它最有名的潜艇是台风级 我想大家都知道 它很大一条 可是它的带弹量 顶多只是比现在这个096 它是可以带20枚 那我们可以 不是20个发射孔 对不对 那这个我 现在096是16 只比它少四个 四枚的这个战略弹道导弹 但是它船体大很多 船体大很多 当然受攻击的机会就大很多 那为什么096现在出来 可以以比较小的船体 那携带那么多的核检验 就是帅家军所讲的 它的整个新的设计 它可以减掉船头这些 多出来很多空间 让官兵可以在里面 其实你不要看海军官兵 他们在潜艇生活很辛苦 对啊 对 那个如果说 没有很强的心理素质 很难生活在下面 一直就整个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它必须里面 不管娱乐社是什么都有 你不是光打仗而已 你必须平常提供台湾 一下去可能两三个月不出来 那现在它可以带16枚 16枚每一枚巨浪三 它可以带10颗的核弹头 也就是说一艘核潜舰 096可以带160发的核弹 那你想想看那种威力有多大 还有它这个新的巨浪三 射程到16万公里 也就是说它在中国的沿海 它不要到第一岛链 不要出第一岛链 它就可以攻击美国本土 所以对美国来讲 威胁是很大 另外你现在相片上面看到这艘 我们现在相片上面这艘 是094 096跟它最大的差别是 它没有上面那个龟背 就乌龟那个背 这边看到的是094 对因为它有一个龟背突出来 它为了放它的核导弹的弹舱 那它必须要突出来 那你不要看核潜舰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它突出来这一块来讲 对它来讲浅航的时候 这个水的阻力 就会造成比较大的噪音 那另外它这个096 它还有改进很多地方 包括它的推进器 它用第五代的这个避震阀 还有第三代的减震器 那这些加上去之后 它的噪音值只有95分贝 那094上一代是100多分贝 那我们从这数据里面 我们就可以比较出来 就可以了解到说解放军 它发展这个096 它的这个科技 在这方面的进步性有多大 第一个空间增加了 同样一个船 我可以多很多的空间出来 增加官兵可以在 在船底下生活 作战的时间可以更久 第二个我可以 我可以携带更多的核弹 对不对 094只能携带12枚 它现在可以带到16枚 那而且094所携带是巨乱2 可是大家不要认为096出来 094就淘汰 没有 还有共军还是有094 所以它这个核武当 它的核武器 整个总弹头 现在总数是500多枚 那要分配到核检件是不多 可是这对美国来讲 也是一种威嚇性的打击 不过我在这边要特别说 我们台湾的民众不要怕 不要担心 因为这种武器不会用到我们台湾 只要我们不接受 吴钊燮所讲的接受美国 核保护伞的保护 我相信共军 他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台湾 他不会用这种武器来打我们台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